早在中国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萌芽出涂料 新石器时代涂料企业更多是作为粘合剂使用 直到上周时期小型手工作坊的产生 涂料渐渐用到了记忆相对繁杂的工艺技法上 但直至2014年全球涂料市场仍未解决环保问题 2015年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教授张连宏博士 发明单组分纯无基体系涂料 纯无基矿物涂料是水性涂料环保级别最高的一个品类 因源自天然纯无基 全生命周期零污染 而被定义为涂料行业的第五代产品 先进且独特的成膜机理 制作工艺 彰显了纳米材料应用的潜力 因使用天然硅石水晶石作为原材料 成膜后 由词至外观而得名 归日归经词 2017年11月 张连宏教授两项专利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二三十年前 大家使用的涂料 都是用有机溶剂作为吸食剂 混合天然和人工蔬脂做成的 最大的缺点就是有机溶剂要挥发 对人体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都很大 后来人们意识到传统涂料的危害 90年代开发了水性化油漆 即油水代替涂料中的有机溶剂 和新产品油胶漆 但是因为油胶漆中仍然还有油脂肠分 所以还是造成环保问题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我研发了全周期零污染的无机涂料 什么是全周期零污染呢 就是从生产到使用 产品都没有任何有机物 全周期零污染的 归日归经词产品特性是 零甲醛 零重金属 零本系物 因为不含任何有机物 所以零TVOC 零COD 另外归日归经词还有三个特点